谁能拒绝这一份螺丝鲍呀 要吃咱们就吃最豪华的 这是一个大石炒螺丝粉 这是多大的大石炒的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果子 如果你在柳州吃腻了螺丝粉的话 不妨去尝一尝他的好朋友螺丝鲍 就是前面这个店啊 叫肥罗庄 这条街基本上都被他们家霸占完了 一位三马点单吗 对 啊 说到啥 点一个肥罗全家福宝 加辣 再加个虎皮猪脚 然后再有一个大石炒螺丝粉 谢谢 看一下这口砂锅 就知道年头有多久远了 这里面就什么都有 哇 里面还有满满的螺丝 感觉像是螺丝粉的超级豪华 麻辣烫版 我感觉我旁边这个肥罗堡 比我整个肚子还要大 这个粉太长了说不完 咚咚咚的 特别有弹性 跟小羊的屁股似的 就是里面的豆腐皮 这个豆腐皮软软的 啪啪的 特别吸味 嗯 这个豆腐皮比粉还好吃 它比粉吸味多了 再来尝尝我们的CV大咖 肥罗堡 登登 平时在螺丝粉里最多就加两个 今天吃个够 我以为会跟螺丝粉的味道一模一样 但是完全不 有点东西啊 整体这螺丝的那个口感也有酸笋 但是一点都不臭 味道特别重 成都什么时候能有这个玩意儿啊 这吃完嘴巴都黏糊糊的 里面的胶质完全被炖出来了 这鸭长太好吃了 这是里面的豆泡 这个应该也算是里面的明昏之一 差点被烫死 但是我在努力控制自己 不把这个粉泡的这个汤吃 要不然感觉又是在吃螺丝粉了 下面有很多料 有很多木耳一类的 嗯 底下味道就很足了 这是里面的猪蹄 软软的 我以为是虎皮猪蹄 原来是这种卤猪蹄 嗯 还有排骨 这边的肉是真多 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 接受不太来螺丝粉的味道 又想尝一尝特色的人 很实在 有这边的物价 大部分的偏低 嗯 这两天不是在吃粉就是在吃粉的路上 好像没有吃过这种热菜了 有没有没有觉得我今天眼睛有点肿 昨晚晚上熬夜看那个眼泪女王 那结果给我哭的呀 我就在被窝里面嘎嘎的哭 不过已经很多年没有看韩剧哭出来过了 我觉得我们真的就是小时候吃太好了 像我就是看韩剧长大的 所以像我们90后多多少少有点恋爱脑 是正常的真的吃太好了 为什么独名居须都这么多年 都十年了吧 他还是这么帅呀 我一看他哭就想哭 怪不得他是韩国被评险出来 最想看到他哭的男艺人 所以啃我这个苦皮猪手啦 当当 一扯就掉下来了 这个炒螺蛳粉吃到这会儿就很好吃了 他这个沉淀在下面的所有料都裹上粉了 嗯 当心点把螺蛳挑干净 不然待会儿牙给你割掉 还有这下时间我就慢慢的吃一下我这个饱了 毕竟是要打包的 没关系打包回去晚上宵夜的时候吃 看韩剧的时候吃 看韩剧的时候吃 链声好好吃饭好好生活 如果你也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记得一定要给我点点关注哦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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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如果您的家订阅